对 关若银 发现生活的艺术 聆听唯妙的声音 随便说些话 嗨 关喜 声音蛮慵懒的嘛 真的 好OK 那就开始吧 好好OK 今天我们的题目呢 我们请到这个 邱允珍 嗨 对吗 没错嘛 是是是 没有错 你的声音有 鼻音蛮重的 你刚刚讲说 嗨 听着嗨 很像日文的嗨这样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要讲的是 艺术从业人员的 美甲体验 那邱允珍他之前 本来大学的时候 是学创作 学书画 水墨 然后后来呢 他在福利社 后来也在双方 也在耿画廊 甚至现在自己出来策展 那未来呢 也打算从事这一方面的一个工作 所以当我们在聊 这个这一节主题是美甲这件事情 那我们在讲 谈美甲的时候 你是从业人员的 美甲体验 然后呢 突然发现他很热爱做美甲 所以我就说 那我们来聊一下美甲吧 他为什么会喜欢美甲 跟他在 不同艺术单位 跟不同形式的这个 单位里面工作的时候 那些经验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好 首先 昀珍你做美甲做多久 我想一下 应该 应该是 你们差点被麦克风打到嘴 好可怕 被打嘴 被麦克风打嘴 就大学一毕业 然后进入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做美甲 然后 做美甲是因为我的高中同学 他本来是 美妆的柜姐 之后他 转站做美甲师 然后就是 我们每次都会聚餐的时候 就会看到手在用餐具 然后他就 一瞥 然后就说 你的手也太丑了 你这个是在画廊上班的人的手 这时候打击非常大 于是就 就很认真的 就是在 其实美甲是一个 也是在矫正你的 甲型 这个一个 矫正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被说服了 我就会觉得说 好 就是每个月 就是固定去做这个 指甲矫正 OK 这个我们后面慢慢谈 好 因为 这其实蛮有意思的 因为 刚刚他讲的一句话 让你开始做美甲 你这个朋友的原因是说 他说 你在画廊 那你的指甲竟然 这么丑 他这样讲 这么丑 好 OK 很直接 但是这个源头也在于说 如果你不是这样做 也不对 如果他要做声音 你要做什么都可以说 你在卖 那个海鲜 你指甲怎么可以那么丑 好像 怎样都可以讲 对不对 好事 但是因为美嘛 总是会 那么息息相关的 尤其是在艺术产业 好像这会被特别拿来讲 真的 就像很多画廊的人 要有所谓的 他们的一些 门面形象 对门面的形象 OK好 先聊一下好 就是 关于 你开始 会学习艺术这件事情 你从小 你是哪边人 桃圆 桃圆人 OK 是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对艺术有感觉这样 你还记得 有没有这个 这么一个时刻吧 在你小时候时候 突然看到某张画 听到什么音乐 或者是看到什么 影片 比如说胡金犬 胡金犬 你的好朋友胡金犬 他就是小时候 一直叫他爸 带他去看展览 怎么这么认真的 然后 对 然后他后来发现说 就是怎么每次去看 都一样的展览 他才发现说 他要求他爸 带他去的太密集 因为刚刚还没换档 对不对 我访问那期 你不要讲这个 好 OK 所以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 气急 对气急 就是 从小我觉得 父母嘛 对女 对孩子 应该就是望 望女成凤 然后 所以 我其实那个时候是 音乐啊 舞蹈 然后艺术 这类型的全部都有学 然后所以我的 小时候的生活是非常的满 那之后 会选择 绘画 也是 你蛮适合 稍微拉回来一下 音乐是钢琴 音乐 对 是钢琴 OK 那跳舞呢 是跳 芭蕾 你很适合跳芭蕾 真的哦 你就是有一副芭蕾感 这个 好 我也好想 回到那个时候 然后选芭蕾 所以 我学艺术就是 学绘画是因为 他没有回家功课 我就是 为什么不想讲音乐跟芭蕾的 好 好 绘画 绘画 来来来 OK 对 然后 因为绘画 然后之后 而且 也会去比赛 然后都 比赛的成绩 从郭小 然后一直到高中 都得到不错的成绩 然后就觉得 所以这个代表是 我有这个天分吧 然后于是就考了 那个 术科 然后就进入 艺术大学 台艺大 对 对啊 刚到台艺大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 第一天去报到的时候 走在那个 就是小路上 因为台艺的 很偏僻 没有 我第一次去到那边的时候 就觉得蛮特别的 那边是一个 我仿佛来到了一个 小镇 一个眷村 是啊 是啊 它附近是眷村 是嘛 是嘛 就走一些小巷 那当然 后来再去几次的时候 发现说 台艺有利用一些 空间做 显示空间做艺术的 那就会让我想到 以前在那个什么 宝藏岩 那种的感受 或是在高雄 左营附近的一些眷村 有办法跟艺术结合 这样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去周凯伦家的时候 对 我们就 他就住在台艺附近 我们就住在他家的阳台 看着对面的火车 那个就是我对台艺的一种 好像我要坐火车 是福州站 福州火车 对 去间车才可以到 去间车 慢慢的走到那样的一个 他跟文化大学 有让我有 突然有一种连结感一样 就是混搭 就是某些混搭 然后后来成为一个 一个 其实是一个单位这样 可是你要说他是好几个单位 好像他没有边界的感觉 我觉得啦 懂懂懂 所以你第一次过去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 心静吗 那个时候有说要盖有张美术馆吗 那是 没有啦 不是啦 我乱讲 这个问题我不能 不是 OK 好 来 就是觉得 哇 就是 我要成为专业的人了 我只是 我的心中是这样 我没有说我要成为艺术家 我只是觉得 我要变成专业的人了 对 我也要画电影看板 没有没有 水幕 水幕可能不能画 对啊 所以就 而且因为台艺大嘛 然后 规模虽然比较小 但是各个学院之间的距离 其实比较短 所以就是很常 有的时候也会看到舞蹈系在跳舞啊 然后或是国乐系啊 或是西乐的 他们在 就是练习 对 然后 就会觉得 或是雕塑系 他们有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期啦 就是他们很常把自己的作品做一做 然后就丢到他们 戏馆外 放着 然后就会觉得 就会觉得很好奇 然后也会 知道说 各个系 可能 不同专业他们到底 现在在做什么 对 就觉得是一个 我来到 对啊 一个专业的世界 然后 很期待 然后每天其实都是一个 带着很期待的心情去学习 这样子 然后可是 我自己个人觉得啦 就是书画系是一个还蛮传统 然后比较沉闷的 一点的 一个系说 在书画系的时候 会有机会接触到古增吗 或琵琶 不会 完全不会 所以他 并不会像说 想象中好像 其实这两个东西是有关联的 比如说 以前古时候的人们 可能一些 在写书法 在画画的人 会听一些音乐 可能他们那时候听的是古增 琵琶 但是其实在 你们的书画系 并不会有这样的 不会 比如说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说 没有这种兼具的 我就说今天来听点音乐 但是有些老师 就真的比较老的老师 他们可能就会放一些古典 古典音乐 是古典的 对 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的是一些 不同流派 或是不同文化的一些冲击 比如说你现在突然讲说 古典乐 但是我第一个想到书画 但是这是偏见啦 这是某种 好像就是 但是一讲到混搭 我就觉得很有趣 比如说 因为我真的觉得 你很适合就是 跟国乐做连结 然后如果是跳琵琶 不是跳琵琶 跳芭蕾 跳芭蕾 然后配琵琶的这个 或许有一些 莫名的混搭感 无为何感吗 而且 当你在校园里面 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 我在北异的时候 就经过啦 我没有读北异 经过北异的时候 看到雕琐戏也是一样 在外面摆了很多 他们可能 办完成品 或是就不做 就丢在草堆 那个看到是很震撼的 那个震撼点是说 以前好像都是在展览 看到他被 端端正正的放着 在台桌上的 对 但是突然他就是洒落一地 可是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突然看到了 比如说 旁边有 比如说 就是大概是不同科系的 比如说 我乱讲 如果舞蹈系刚好跳舞 在外面 然后跟那个东西 画面结合的时候 其实有个冲突感 所以就会 刚刚会让我有这样的一个联想 而且你刚刚讲到说学校那么近 对 科系那么近 但我觉得学制上面 他 可能那时候台义大没有 我不知道现在台义大课成怎么样 但就是 他真的就是专业 比如说你就是书画系 你就是要修书画系的课 那当然也可以跨学 那就是看你是不是同一个学院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所谓的跨领域这件事情 并没有这么多 或是 很多的教授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那你那个时候觉得沉闷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 就是 因应知道 就是 就是比如说 因为书画系一定 就是一直都是看老师临摹嘛 因为那就是技法上面的 对 然后 所以我们就很长 大部分时间就是看着老师 画画 所以都是一个很安静的一种状态 然后有的时候 如果老师兴致来了 或是他在休息片刻的时候 他就会偶尔跟我们对话 然后那时候就是一天的早上 然后就是 也没有睡醒 然后觉得真的还是很无聊 然后就问老师一个问题 就说 老师我 因为也快大四了嘛 所以那时候就问老师说 诶老师那我 毕业之后我应该 可以做什么样的职业 我台一大毕业之后 老师就说 当然是当艺术家啊 不然呢 不然你为什么要念艺术大学 然后我就觉得 我只能当艺术家吗 我不能做别的事情吗 然后于是我就带了这个疑问 就跑去美术系 然后就修了 旷野老师的课啊 然后还有其他 什么展览实务 胡超胜老师的课啊 之类的 然后就打开我对于 就是艺术 艺术产业的一个认识 对 所以我就觉得 也蛮好的 就是有那个 那一场的那个 跟老师的对话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 而让你有一些 新的想法跟感受 当你在做 你们的毕业制作的时候 你用一个很不一样的方法 来呈现大家 所谓传统的水墨书画 但是你用不同的方法呈现嘛 对不对 这个可以聊一下吗 就那时候毕业制作 就是书画系的话 就是老师就说 不能偏废 就是水墨书画 专科都各要有 各三件的作品发表 然后我就在想说 好那我基础上面 有一定要被审查的 那个作品形式 对 的作品制作出来 然后也会想说 毕业制作的话 因为也修了雕塑系 然后美术系的课 所以就会想要 试验自己 能不能就是把自己 短短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 所学的一些内容 可以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就是用录像啊 然后装置的方式 然后呈现我的毕业制作 那个时候怎么样 因为这样听起来是 其实是跟所有人 都完全简单不同嘛 那当同样在一个 展览的空间 呈现的时候 大家是怎么看你的作品 还有老师是怎么看你的作品 同学的话 同学的话可能就 他们都比较 中规中矩 中规中矩 所以 一种说话 不是一种 一种意识 有很多种表达方法 对对对 但我觉得没有不好 对 他们也是完成了 他们的毕业制作 但我就是 我觉得就个人归类于 我比较反骨吧 对 然后因为他们也知道 就是我 可能做一些创作的时候 或是一些想法 就是常常都跟 他们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也会觉得 好像可以理解 然后也带着一个好奇 就是看我的那个 毕业制作呈现 然后其实我自己也 个人来说 其实也蛮紧张的 因为毕竟那个就是 攸关于你能不能毕业嘛 对 然后因为有书画系 跟好像也有美术系的老师 去做评图 那就是票选之后 看你能不能毕业 你过了一定的那个人 票数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样 然后那时候就 没想到算蛮高分 就过了 然后那时候就是 带着既惊喜 然后又很疑惑的心情 跑去找指导师 然后指导师就说 就他自己觉得是 还蛮棒的作品 虽然还看不懂 但他就觉得 这个勇气很重要 然后应该带着这个 这个心情跟这个执念 去做 想做的事情 我以为去做 去做艺术家吗 不是 去做艺术从业的 所以 可是这个很有趣 就是 当你觉得 当初想要做专业这件事情 因为专业的一开始想象 当然是跟 技术层面很有 大关系 比如说你可别成为一个 哇 很会画画的人 书法 水墨的部分 是很专精 但是到 你后来发现 你不只是想要 规规矩矩的 你开始 比如说 美术系 或是雕塑系 旁边课 到最后 你在毕业制作的时候 你其实也蛮勇敢的 就是 虽然不是我主要 学习的东西 但是我想要把 这些 我在学习过程中 不同类型的东西 一起 杂揉进来 然后最后做呈现 所以 毕业的时候 你的那个茫然 是 不是突然发现说 其实这个 好像你有很多可能性 好像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然后 我是谁 这样 没有 因为我那时候就蛮 确定我很喜欢 就是受策展 这个专业吸引 所以就会觉得说 我至少在技术端 或是艺术家这一块 我可以碰到的 我可以了解的时候 我就尽量了解 因为这个学校 我觉得就是一个 很好的培养名 我自己是那么觉得 对那对策展这件事情 因为你后来还去了 郭北教嘛 对不对 对 但是策展这件事情 是怎么样 我想说 在那个时候特别有兴趣 在策展的部分 策展 我觉得那时候 也有受老师要求 就是去费引力组织跟画廊 商业单位去实习 所以就是 看着这些从业人员工作 就是很细节 就是从展览啊 展物 然后业务销售 然后各个关系的这些 发展 就觉得 这件事情好有趣哦 所以那个时候实习 就是去福利社吗 那时候是去非常妙 VT 这个没有写出来 所以没看到 非常妙 对 那时候是怎么样的感觉 你都去到一些 很有趣的地方 你都去到一些 蛮酷的地方 非常妙 福利社啊 双方啊 梗花廊啊 就 我觉得就 也蛮幸运的吧 然后也 因为我觉得每到一个机构 我觉得对我来说 都是有 有一部分的好奇 对 然后跟一些 对啊 有一部分的好 大部分是好奇 所以就是带着这样的好奇 然后进入那个机构 然后在 如果是在福利社 在福利社或是VT的话 因为他们是非营利组织嘛 替代空间 这样的性质 所以他们有很多 就是 国际上面的交流 合作的展览 然后甚至 或是他们 找了一些年轻艺术家 就是OpenCore 这种形式的展览 所以我觉得那种 展览的 能量 我觉得很 很高 然后也 野性还蛮大的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 你说野心还是野性 野性 就是我觉得那个 就不会是那种 商业画廊 或是美术馆 这种性质的展览 对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有趣的 一个平台 你那时候在福利社的时候 有看过什么展览吗 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 我也 有跟那边合作过一些课程 跟有一段时间 会跑去那边 那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 那个谁的展览的时候 我是蛮惊讶的 一个女艺术家 她做假人的 假人 就是路障的假人 有没有 她把那个假人做的 跟她一模一样 是哦 对那个女生 那她的作品 也有一些是在一日展 就是一个 她的头像 半身 然后一个水管 我突然忘记她的名字了 没有印象 然后她去拓印水沟盖 所以那个时候在 福利社那样的一个 空间站的时候 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福利社的那个 附近的一些景观 也是蛮有趣的嘛 哦 她旁边有一个 就是建国高架桥 是不是 对对 旁边下面那一段 然后旁边呢 也有很多 洗衣店 她其实有点靠 对洗衣店 对 然后她有点是在 比较偏铃声 但是有点连接 然后快潮滩什么的 然后你就会 一个过渡的空间 我觉得 我自己感觉 对对 所以走下去以后 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 那时候那些作品 我就完全不违和 就是好像 他们 我在展场看到东西 其实 也应该会出现在 我刚刚在外面的马路上 那他们突然就是 你说日常的关系 不会脱离太多 对 可是因为那一代 一直在施工 所以我就有这种 这种连结 这样子 对洗衣店很多 这个很有趣 对对对 然后对面有家汉堡 我每天都吃那家汉堡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 还记得那个时候 看了什么展吗 就是或是有 比如说 因为你刚刚讲野性 这个事情 所以你刚刚讲野性 我就想到这一档展 就是有那种 草根 就是那种 生梦 生梦 生梦啦 就是我就是要 我有一套我自己的 而且我不太想要跟人家一样 对 然后这个东西 在现在的 饭店博览会 或是 大家现在都看不太到的 一种东西 然后跟 有些 因为台湾以前 有一段时间 很喜欢在一些 比如说 因为机构 还是有一点像白盒子 但是我个人觉得 有些地方的展览 是因为它是户外的空间 比如说 就像我说在 对 民宅里面的那些 学生或是年轻艺术家的展览 那通常 因为要怎么样 跟每个空间 做一个很好的连结 其实 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当你的作品 不再只是在白盒子里面的 空间呈现的时候 它就是有点像 如果你在一个人的住家呈现 如果你在一个户外 可是户外又是半户外 它不是全然的就是 一个公园 它是一个公园里面的 一个小小的房间 那这房间又不是封闭的 也会有通透式的那种 对 就很像很多眷村 地带空间 比如说中立啊 哪边啊 什么马祖新村 那种感觉之类的 对 所以 我就会觉得说 真的 好像现在回想起来 那样的一个空间 尤其是非营利 好像会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火花 那个火花应该是因为 我觉得主要因为是非营利吧 所以 对于这种市场性的这件事情 不用考虑这么多 对 其实北意的地下美术馆 也有这种 地美馆 对 这样的一个 或是他们的 在一楼美术系的长廊 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突然觉得说 拉回来刚刚前面讲的 在校园里面看到一些雕塑 丢在地上 你会想说 这是展览还是 只是他们的创作痕迹 所以他会有好几个 好像 这个感受 视觉上的 冲击都合在一起 就蛮有趣的 那后来 换一换以后 开始进到商业画廊 你刚刚前面讲的是 机构这样 对 所以先去了双方 对 先去双方 就是 对啊 就是展览组 所以 那时候前辈也蛮照顾 就是 因为双方 在前期 就是做蛮多 录像 艺术相关的艺术家 对 所以在 不管 在技术层面 然后还有一些 基础上面 画廊跟艺术家 沟通的这些 很重要的这些 能力 我觉得都是从双方 这样就睁了出来 你的眼神都弱而所思 要好好回答 好 OK 因为 这个 为什么会聊这些东西 当然是一个 蛮特别的体验 但是这也跟 你后来 慢慢的 就是成为一个 策展的有关系 但是呢 现在我们拉回来 因为呢 当你进入了 这些产业以后呢 所以你是进入到 哪个画廊以后 你朋友才跟你说 你指甲很丑 OK 就是在双方的时候 在双方的时候 对啊 就是大家都知道 双方的空间 又大又漂亮 就是双方的空间 比较亮 看得比较清楚 梗画廊空间 看起来比较黑 所以指甲看不那么清楚 梗画廊是之后才进去 这个我已经 做一段时间 好 OK 也有调整到 我应该有 那我现在来聊梅甲 你看 聊梅甲就笑了 刚刚有点拘谨 这样子 好OK 所以 所以你先 我们讲一下梅甲 因为我真的是 完完全全不了解梅甲 不然你刚刚讲说 纠正指甲这件事情 我觉得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 因为我曾经 因为我的指甲有点问题 大家再给你看 就是我指甲有点 搞不好我也可以做梅甲 有男生可以做 这是我有问过梅甲 我小时候的回忆是一个 第一个跟指甲有关系的回忆是在 我指甲的问题我大概给你看 就跟你讲 但是我想讲的是第一个是 很深刻的是我被涂指甲有这件事情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叫第一个女朋友 然后第一个女朋友跟我闹 他就 他在涂指甲有 他要给我涂 我说不要啊 我说他就一定要给我涂 他就涂在我的小指甲上面 什么颜色 绿色 绿色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 天哪 就是好丢脸 有那种 你知道 就是觉得很丢脸 那个时候 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然后结果 他就说你一定要 这个 体验看看 对对对 然后我就带着 有点羞辱的心情这样子 然后在毕业旅行 都会遮遮掩掩 就不想被看到 对 那殊不知后来 现在就是 其实很多男生 也会涂指甲有 对 在那个时候的我 对 很巨翅 就对一个直男 一个纯直男 对 OK好 然后这是一个经验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是说 因为我的指甲有点问题 我小时候 就是 反正就是医疗疏失啦 你看像我指甲 我指甲就有点问题 我就有裂痕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就曾经我有个朋友 他有带我去 就是好像可以在上面 再弄一层 是不是 对 他可以建构 对 那所以 你去 哦建构 没有没有 这是他们的一个 一个一个 术语 对对对 OK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所以这就是我对 好像指甲上面 可以做一些东西的一个 OK 通常美甲 都是脚也会做吗 手脚也会一起做吗 还是 不会 它是分开的 它是分开的 对啊 所以这两个不会在同一个地方 可以一起做 哦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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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就让人家看到脚指甲 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对 就是 就是 当一开始你要 引起常家的好感 指甲很漂亮 哦 对 然后 好像 好像 第一个看到不是指甲吧 那一範围 不是啊 不是 是整个女的形象 穿着啊 仪态啊 然后 所以你就被你朋友洗了吗 对对 OK 所以说 那你就 好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美甲的这个过程 OK 第一个 你说步骤吗 对步骤 去的时候是先怎么样 它怎么样 安置你的 安置我 如果是从一个 你完全没有做的那个指甲开始讲的话 就是会先从清洁 对 然后到就是 剪长度啊 形状 然后再修那个指甲边缘 的那个 死皮 老皮 是 那剪这个的过程 其实蛮疗愈的 就是 就是它是一个 就是让你的那个边缘的那个型 是好看的 就是我觉得也是让那个 然后废脚皮 可以 能够被修剪掉 我大概能够理解啊 因为虽然没有在 修甲 可是 会去修脚皮 对 这个东西有点妙 就是我 因为我前日在台南住村嘛 两个月嘛 结果我就去 因为台南有很多那种老理发店 然后老理发店 就是可以修手指甲 可以修脚指甲 真的哦 对 然后也可以修脚皮 然后那个 让我最惊讶的是什么 是原来老式理发店的 座椅 有那么多的功能 那个座椅是很惊人的 它可以躺下 整个躺平 然后呢 它在 因为你躺平的时候 你就整个 整个躺平 那脚等于说 如果我们前面有镜子的话 你脚就会靠近 前面的镜子的桌台嘛 放在上面 然后这个时候 非常的妙 因为那家是 经验非常好 是一些老姿号 因为我剃光头 马上剃到 帮我剃光头 他同时两个人 帮我剃光头 一起哦 一起剃哦 一人一半嘛 对 可是就技术很好 才敢这样 可是最吃惊的是 前面我躺的那个 扶脚那个踏板 可以打开 让我脚下去 为什么 因为下面要帮我泡脚 对 然后旁边另外一个人 这样多少钱啊 我还没 全部做完 大概还做脸 一千块 超便宜耶 下次跟你讲哪一家 然后旁边还另外 在帮我修手指甲 他在帮我修脚指甲之前 他先帮我修手指甲 就是要 那 可是其实蛮惊悚 哦 为什么 不是因为 如果 太大力了 不是因为 女生可能比较没有那种经验 刮鬍子 有人帮你刮鬍子 或是剃头的时候 拿剃刀的时候 其实有点 有那么一点紧张的 哦 好像可以理解 对因为刮嘛 它是刀在你脸上刮 在你头上刮 在肌肤上面 对而且现金的剃刀 跟以前不一样 现金剃刀 刀子都不太利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 就是 不是那种平的 然后有点 就是 呃有些 有些是用换的 可是好像 我有一次去一个 也是老理发厅 他说现在的刀都比较 呃 就是 胎患率比较高 嗯 就不像以前 他患可以用很久 因为我有时 因为你要剃光头的时候 剃鬍子 尤其是剃光头 我跟你讲 光头是 非常非常敏感的 你就觉得 就是会很痛 而且我在台湾体验四家嘛 我每个 六家 我每个礼拜换不同一家 然后有的时候碰到一家 那个理发店的阿姨 他明明就把我剃受伤了 然后我就突然 发现他 裹一点面树立大姆 放在我头后面的光头上 然后我就 他在干嘛 就是他磨我手东西 然后后来 全部剪完 我就摸我头 对想看有没有 就是干不干净嘛 然后一摸到 然后那个 面树立大姆就搞在我手上 还有血 然后我就 他就 哈哈 哎呀 流血啦 然后再磨一个面树立大姆 在我头上 根本整笑 明明就是 就是刚刚失误 自己失误不好 所以两个人一起帮我剃光头 这是我前所未有的体验 然后当我的脚又可以 他有个机关打开 让我脚放下去 泡水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天哪 这真的太妙了 对 然后那些 阿姨们又会一直闹我 什么的 就是俗称七仙女啦 台南某一家 我大概跟你讲哪一家 所以 对 我知道那个疗愈感 因为 就很舒服啊 尤其是他在帮你抹泡沫的时候 而且在 每一家的手法又不太一样 对 OK 所以再去皮 然后呢 然后就会 整个整理好以后 然后就会开始就是 在指甲的假面上面 然后就会先用酒精 然后让它挥发掉 就是让它干净 然后之后还会再用那种 我一直觉得那个指甲 他们在做的时候 很像雕塑系 因为他们会用磨刀嘛 或是错刀 对 然后去 去制造 我后来知道 他前面在做这种指甲 光疗之前的那个 圆筒型的那种错刀 然后因为他是用机器去打嘛 是为了要制造 就是让那个胶体 就是粘着在这个指甲假面上面 那个粘着度 然后就觉得 都有一些小小的小道理 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什么样的道理 这个蛮有趣的 就是 就是会 我觉得就是在材质上面 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 学习背景 所以我 每次 每次美甲师都会说 我可以放松的 我可以滑手机 然后不用一直盯着他们看 做事这样子 他们压力很大 对 他就说 他就说 你其实这样看着我做 我压力会很大 我都说 啊不就 我们这么近的距离 我当然就是 我也会好奇你怎么做 然后 对 然后所以我就是那个很常问问题 就是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或是 今天换另外一个造型 然后 为什么会这样建构 就是你之前不是 成这个胶先上 然后或是 之前不是颜色先上 对 都是不一样的方法 我按摩的时候也会这样子 真的哦 你会问 就是 我有一次突然恍然大悟 嗯 就是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按摩 以前有一段时间是每个月去按一次 嗯 然后 那个时候 大概三四年前吧 师傅就一直跟我讲说 拉筋的重要性 哦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拉筋 我以前是 没有办法摸到地板那种 就站着 可是我现在可以摸到地板 嗯 那不错 就是 慢慢拉 练起来 拉开了 对拉开了 然后那个时候 他特别跟我讲一句话 他就说 呃 你要运动 你要运动 我说有啊 我说我每天走 走路十几公里 嗯 他说 你那个叫劳动 不叫运动 啊 走路不是运动呢 不是意思是说 当没有在流汗 没有在一个强度的时候 啊 对 就是 因为还是要流汗嘛 嗯 所以他就是 我也很喜欢问 然后按这边会怎么样 按这边会怎么样 然后什么的 嗯嗯 我就是 不过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 你刚刚讲到一个 就是说 帮你在做的这个 呃 做美甲的 美甲师 对 我刚才要讲技术的音乐 哈哈哈哈 没有 但是我想讲就是说 因为 因为我认识你 就是你在他旁边的时候 在看他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觉得压力大 因为你是一种 百触无害的那种感觉 就是会 好像 因为你其实长得很像佛 你知道吗 有人这样讲过吗 有有有 在日本佛这样子 就那种 就是服事会里面会出现的那种 对对 我没有表情 我不管我的朋友 或是 其他不是很熟悉的人 就会说 我蛮 距离感蛮重的 所以 都会 就是 想要跟我讲话 或是 或是讲一些好笑的 就是至少 会让他们感觉 我像个人 对 所以 当你在这样子 做的时候 因为 你后来有趣的是一件事 就是说 你开始加入一些 通常一般 大家在做美甲的时候 都会 加入很多自己的想法 都会这样 好像 好像不会 真的 是一开始会有一本 可以让你看说 你要什么款式 对对对 应该说 因为现在 对啊 科技发达 然后IG就是他们的 那个项部本了 美甲 美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因为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对我们这种男生 完全不了解来讲 我是 可能在某一个时期 可能 我不确定15年前 还是怎么样 突然看到 比如说 蔡依林 在MV里面 突然在指甲上面 用链子 还是什么 链子 就是那个时候 你说造型 对对 然后就觉得 就觉得 哇 就很妙 就是好像 他是突然一戏之间 就好像很红这样 所以美甲 大概在台湾 大概多久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没有问 但我只知道 我自己的认知 跟看到的状况 都是表演人员 我是那种 美妆产业的人 就是会在手上 会有这些 颜色 不过 你做的美甲 我觉得有点 特别之处 我不确定 是不是因为 你本身就是 第一个人做创作 然后或者是 你也是 移术重演人员 这才是 所以 我其实说真的 我认识你 也不能说很久 大概一年多吧 或之类的 但是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 你这支甲 原因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 相对是自然的 因为我看过 很多美甲 其实是蛮 很突兀吗 这就有点像是 我觉得这难 就难在什么地方 就像我看刺青 因为现在有流行刺青 然后在我小时候 那个时候是 很少有刺青 这种东西 对 都不太会有 那一个人挺多刺 一个两个 对他自己有意义的 但现在就是 包手包脚 就一大片这样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会心里 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 很多这件事情 跟很满这件事情 还有刚刚好这件事情 对 那这个东西 如果 比如说 台湾的某些刺青的风格 台湾某些的造型风格 它就会 是那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样 跟它沟通 让它去做出来 你想象中的 不要那么的浮夸 或是不要的那么慢 不要那么 好像很强烈 是 比较 带牙 比较耐看的 所以这个是我 没有发现的原因 你知道吗 可是我觉得是好事 好像是好事 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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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我想说存在感好像很低 没有 我可以拿一个来举例嘛 比如说五云两品 五云两品的产品 就是没有什么存在感 但它的意思是说 它其实可以放在很多地方 跟很多东西结合 所以我真的是 从来没有注意到 你有美甲 做指甲 对 懂 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 我只是会一直注意到说 一个唐三彩啊 或是 或是这个 或是服饰会里面的人 又出现了这样 就是 因为我觉得美甲产业 它就是一个服务 它就是服务客人 很重的一个工作嘛 所以 你客人的喜好度 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很常 美甲师都会问 一直确认 一直确认 就是说 这是你喜欢的颜色吗 然后就是从 就是那个 一个红色的那个光谱 所有的红 它就会摊开来给你看 你到底要什么红 偏蓝的 偏绿的 什么的 它就会让你看 你放在指甲上面的那个 好好玩哦 珍珠 大个小的 还是要 还是要 金银什么的 这些它都会问你 确认好 对 我问你哦 你会自己 去找材质 然后请美甲师帮你 做一个特别的处理在你的手上吗 就自己找材料 我不会 我觉得美甲师 他们的材料 非常足 所以就会跟 反而是跟他沟通说 如果我要 比如说 石膏杆的那个流体 流糖的那种 或是 流糖都出来了 他听得懂吗 流糖 OK 然后或是像水墨的那种 就是那个 书法 或是书法那种笔触 什么飞白啊 类似 或是其他的 当然美甲师来说 他们根本听不懂 他们就说 是不是 他就会找其他图 去对应 对对对 去对应说 是不是 这个就是你要的 那个感觉 这样子 我问你 有每一款 美甲 有他自己的名字吗 你说我自己 一般啦 一般美甲 他们在翻 给你看一些 就是 风格啊 或是 做出来的样子 他会取名吗 好像 不会那么细节 但他就大方向 比如说 简约款 或是 贵解封 或是 小资女最爱 好可怕 对 然后 我知道有一个 美甲师 然后为我 就是 有一款的 指甲取了名字 为你设计的 指甲取了名字 这样 这是我做的 然后他就 取了那个名字 就是那个什么 文 就是文青 要不然就文青 然后什么 艺术从业者 可是 你会开始 想要帮 因为你看 我们在 做这集节目前 我就请 那个 玉珍先 传他的 做的美甲 给我看 然后 其实 就真的是 像我讲的那样子 就是说 我觉得是蛮雅的 然后 因为 可能性这个事情 就来自于说 大家没看过 好像就不知道 可以怎么做 所以当你 对啊 你会不会是第一个 有些款式 会不会是好像都没做 是啊 是啊 对啊 就是 所以美甲师 我觉得 好处是 因为美甲师 也不会有太大的 就是 操控 就是 主控权 对 所以就对我来说 我就会 就是觉得 那对我来说 也是某种创作 对 在我自己的手上 那我就会开始搭配 因为就十根手指头嘛 那在这个画面上 艺术家要做雕缩 然后找厂商 然后在旁边 厂商你要怎么样 对 技术 OK 对啊 但因为我不会嘛 对啊 所以就是 交给他们 我也相信他们的技术 这样子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 我看你这些照片的话 其实这就是你的手嘛 对不对 跟指甲 所以 如果是你 我这样讲好了 你想要撤一档站 跟美甲有关系 其实我有想过 真的哦 因为我之前 应该是之前有看那个 Netflix有一个叫 Selling Sunset 他就是在 以弗利散装 然后就是一大堆 卖豪宅 对对对 我看过几集 我看过几集 然后他们就是也会有 真的知道什么 就是公开日看房 然后他们也是会办活动 然后反正就是 其中一个Sells 他就是 他就是自己很喜欢 打医美的那个肉毒 然后他就是 大家都会认为 异想天开 他就是真的找了 整形医院的医师 然后就是有来看房的 就免费打肉毒 然后我觉得 这件事情超酷 蛮有趣 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完 然后我就做美甲 我就跟美甲师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如果说我做展览 然后有一天 当然我觉得也是前提 就是预算也够 然后如果来看展览的人 或是这个展览里面 有些艺术家的作品 跟能放在美甲上面 就像是你去海底捞 你还可以去做指甲 这件事情 我的逻辑是这样 是是是 但没有就是这么 像海底捞那样 我觉得还是某种层面 跟展览 跟艺术是有相关的 你会愿意做吗 然后美甲师就觉得 这件事情很荒谬 那他就觉得 可以赚钱 然后可以把他工作室 移地过去的话 他也愿意啊 对 但是这件事情 可执行度很低 所以就目前 就没有这样做 通常做美甲的人 因为你这样讲完以后 我会稍微想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到底 怎么样类型 因为我平常 真的不会注意 女生的手指甲 对 但是自从我 你可以去从吃饭的时候 拿东西 然后就可以看到 好 我下次注意一下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 我有时候需要自己体验以后 我才会去注意 比如说 我在几年前 第一次去修脚皮的时候 因为其实说实在的 男生比较少会这样 女生当然是很细致的 很多 细节 对 很多细节都会出来了 但是 当我开始修 几年前开始修脚皮以后 因为我现在定期 会去修一下脚皮 我就会看人家 穿高跟鞋的 跟人家穿凉鞋的 我就会注意 对对对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注意脚皮这样 我觉得到底 有没有干净 对对 或怎么样 那指甲这件事情 对 因为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除非是很夸张的 你才会立刻注意到 以前有段时间很长 有没有 大家会很长的 对对对 那个眼甲 甲片眼甲 所以 我这个都是真的指甲 所以你都是在真的指甲 上面再去添加东西 对对对 好OK 所以现在来 我们来看几个 你自己就是跟这个美甲师 商量出来的一个美甲创作好了 嗯 OK 我想要问一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这一款 对 哪个 这一款 我先形容一下它的外形 它就是 这个算是金色吗 金色镜面 金色镜面 对 真的都要问detail 这样会有很多东西 金色镜面 好 然后上面有 这个像水滴一样的珍珠 但是不是每一 我这样形容好了 珍珠通常会有白跟透明的部分 嗯 然后呢 呃 你就想象到说 珍珠或者是像果冻 果冻的双层 一层是透明的 一层是白的 白的 搁在上面 就是躺在上面 可是 然后它在手指头上 不停的位置 比如有些是比较靠近指甲上缘 有些是比较靠近指尖 嗯 然后有大有小 但也不是每颗都像珍珠 有些就只有水滴 对 去掉了水滴上面那颗珍珠 嗯 这当初是怎么设定的 因为 第一个 呃 美甲师在帮人家做造型的时候 他真的会去想说 要让五根手指头 同样的 呃 装饰 都在不同的位置嘛 比如说像你这样 有这种水滴珍珠流动感 韵律感 韵律感 音乐式 音乐型 对 就是通常美甲师会这样吗 比如说这一个好了 这个作品 以视觉上 他们知道 这个基础他们知道 就是你必须要搭配 因为你就是十只手指头出来 或是五只 跟十只手指头细出 是不是有关系 其实是耶 就像 比如说我的假面 其实算小 所以我其实不太能 hold得住那种 超级大颗的珍珠 对 但是如果你要搞怪 其实你也是可以放啊 但你就是 可能穿裤子的时候 你可能很难穿 对对对 就是这种便利性 对啊 那像这一款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是说 其中 我能够看到的 一只手指头上 只有水滴没有珍珠 嗯 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这个就很有趣啦 就是如果十只里面 只有一只没有的话 那一只又是 诶是中指吧 哦对 中指 中指 嗯 我觉得当初还是先 基础上面还是对于 就是画面 视觉上面来看 是和谐的 然后我也就是 我也不是很喜欢 很夸张的那种人 我问一个问题 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梗图 就是男生跟女生 是不同的方法看指甲 比如说女生是这样看 这样看就是 意思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 把我手伸出来 然后我可以整个看我手掌 嗯 这样我就可以看整体嘛 对对对对 可是男生是怎么看指甲的 男生是转过来 这样子看指甲 哦 嗯嗯嗯 对就是 有没有 我们只看得到指甲本身 跟大拇指 你想要看大拇指 顶住食指 你看到你的掌心 然后你看到你 就指甲 就只看指甲 可是女生是会这样子 嗯 那后来就说 其实可能 gay的话也是这样看 哦真的哦 对就是有一个说 开玩笑说你要辨别她是 在以前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那么了解 指南或是 对对对 你就这样子 如果指南 一般男生这样看的话 或许他可能就是 是gay 因为他比较细腻 哦 对 所以 呃 你在看的时候 你会怎么看 就关于 因为这个太detail 就是说 嗯 我要什么面向来看 然后来决定说 他到底在美感上面 有没有办法 嗯 作为一个呈现 比如说 OK 这个珍珠再往上面一点 再往上面一点 哦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觉得蛮特别的 因为其实像美甲师 他就是 呃 比如说就是像阮西 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方向 嗯 就是去做指甲 但当然拍照片的时候 却是就是 手指头弯起来 就是掌心向内的 这种方式去拍 嗯 然后就让大家看说 这个 嗯 指甲布局 是不是好看的 呃 对 因为 美甲师要强调指甲本身 嗯 可是这有个 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 搭配 就是你的指甲 跟你的手指 嗯 还有你手指头伸开的时候 可能都有一些关系 对不对 嗯 如果到后来很吹帽球时 应该会吹这个吧 对啊 对啊 是哦 会啊 会啊 很细节 很细节 对 但是有一款很妙耶 就是有一张照片就是 这个美甲 可是你拿了 Asof的 像分 为什么 黑白的吗 对对对 为什么问这个 就是 Asof的这个 是他原本 就是在他工作室里面 都有的物件 然后只是他觉得 这一款 就是蛮适合 握住一个东西 然后可能香水的 这个物件 就蛮搭配 这一款吧 我记得是那个照片 颜色 哦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所以他们在 帮你们做一些 记录照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去思考说 OK 可能跟附近的物件 去搭配 对对对对 可是这个有点 微妙了 就是说 你会不会 到后来就会 真的是 变得有点 非常讲究 就是 哇 我拿着杯子的时候 哇 这搭起来好漂亮 这个香槟杯 跟这个 保力荣碗 有不同的感觉 会这样吗 我不会到 这么细 就是我自己 私人物品 或是实用物品上面 然后去 回推说 我要做什么样的指甲 我反而是 因为 我在化行工作嘛 所以 比如说这个月 有 开幕 然后是什么样 类型的展览 然后我就会想一下 怎么样 可以是一个 适合的 款式 对 就是面对 就是opening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或是最近 有什么样的活动啊 然后去做这样的想象 会这样子 那我们讲一个 实用面的问题 嗯 像这样的一个 在指甲上 有一些装饰的时候 有一些物件的时候 有没有到后来发现说 怎么样的状态 其实 是好看又好用的 因为你可能要 比如说 嗯 策展人员 搞不好有时候 你要包作品啊 嗯 要挂作品啊 嗯嗯嗯 那这个时候 万一不小心 你指甲上的东西 跟作品融为一体的时候 哈哈哈哈 哦 从来没有过 哈哈哈哈 还故意撇清啊 哈哈 真的真的 因为其实你做指甲 他还矫正你就是生活习惯 他就会矫正这个事情 哎 矫正这个事情讲一下 他就会矫正你的生活习惯 他说就是其实很多人 使用物品的时候都错了 没假实说的啊 他就说很多人都是用指甲 去抓东西 这件事情其实是蛮伤指甲的 嗯 对 然后你应该是要用 就是你的指腹 指肉这个地方 然后去做 就是抓取跟拿取 所以一样你可能打字 然后或是你用错刀 P图 挂作品的时候 你就是用指腹去操作 所以这个根本都不会伤到你的指甲 对 就是一个生活习惯上面的矫正 我们带来聊一下策展 但是在最后的美甲 我再问一个问题 台湾有没有什么艺术家 也是很喜欢做美甲的 或是有没有什么 好先讲艺术家 你有碰到同号吗 没有 真的哦 对 但是都是艺术家看到我做 然后我告诉他们 其实他是矫正夹型 然后跟你使用手的那个方法的那个调整 然后他们就有比较愿意去尝试 反正是看到我做 然后他们就是进入了这个美甲体验 对 那当他们去做的时候 他们会想要把他们作品 就像你刚刚讲的 的某些 连结吗 对 连结 比较少 因为其实因为艺术家 因为我大部分认识的艺术家 比如说他们是雕塑系 或是绘画的 所以那个就是真的是从 比如说从美术班那时候 我们就是真的很习惯 我以前也是 就是很习惯指甲 真的剪到就是肉的里面那种 我们就觉得这是正常 因为你画蜡笔啊 或是画那种碳笔 那很容易就是卡颜色 那真的也很难吸 也很丑 所以我们就是宁愿指甲剪断 对 那现在如果像你现在的状态 要用碳笔或蜡笔的话 因为我也有这个困扰 比如说我 我在画画的时候 就是颜料会跑到指甲里面 那这样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 你可以用辅助工具啊 因为像碳笔的话它也会有纸笔 就是纸张的纸 对啊 你就可以去压色啊 然后或是用橡笔擦 把它捏尖一点 然后去 那个叫什么 去擦掉 就是你要那个亮度 或是那个画面 对啊 就是现在 我记得啦 应该每次都有蛮多 白白种工具可以去使用 因为我知道是因为 我自己也会流手汗 所以有手汗的话 我觉得特别不能画碳笔 对 很难 应该说很难画碳笔 对 所以就对于这种工具应用 我就觉得 我就有特别注意这件事情 那如果把 OK 那蜡跟碳 有办法附着在指甲上吗 蜡跟碳 比如说 因为我现在很喜欢 自然的感觉这件事情 比如说有一天我在画画 通常不会有人这样 延伸创作吗 通常不会有人这样胡稿 对对对 就是突然 怎么画完 我指甲上面全部都碳 但这个还蛮好看的 然后我们办法 立刻找美甲师 去让这些碳的一些线条 或是辣的一些痕迹 就留在指甲上 这样保留住 有办法这样 我觉得应该可以 你就拍照 把那个瞬间拍照下来 然后就 带去给美甲师 他就会依图去 那还是要这样 就跟我上陶一课一样 那个陶土放在水里面 融掉 我说老师这样好棒 可以把这个瞬间保留下来 他说不行 要用后来再去模拟出来 所以应该也是这样 对对对 那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关于脚指甲的部分 嗯 美甲上面会做很多的造型 跟突出物 那脚指甲 脚指甲比较不能 除非你是穿那种 螺 就是会露出脚指甲的鞋子 比较多的话 你可能就可以做造型 通常来说 我有问过 他们都是做那种宿舍 居多 那你自己有脚指甲有吗 你自己有在做脚的美甲 就反而没有 嗯嗯嗯嗯 我就是以舒适度为止 我也不穿那种鞋 但是也 可是 所以你去做 就是只有做收的 对 我只做收 会不会想要下次去做一下脚 就是两个一起 然后就会有一种 搭配吗 而且还 伸出来 对话 你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跟这个吗 其实你要看 是我左手跟右脚对到 对啊 可以 没有就是可以啊 因为 我觉得坐脚 也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 因为人很难被握住他的脚 对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舒服 你也要去到他家 就这种家居空间 你也才可能看到他的脚 对 我刚刚就讲嘛 在画廊看手指甲 在家看脚指甲 刚刚没有讲 好 可是 对 不过这就回到一个就是说 是给别人看 还是自己也想要看 对 然后 因为我觉得脚 我自己啦 自己的 比如说我去按摩的时候 给人家按摩脚 我觉得很舒服 所以脚被处理的时候 包括我去剪脚指甲 也是一样 就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 指甲很短 比如说我大拇指 指甲的那个 缝隙就很难处理 就是 之类的这种 所以就是 有没有美甲是那种 完完全全不上任何颜色 可以啊 可以啊 有输的啊 我觉得我可以去体验看看 可以可以 完全可以 应该蛮有意思的 我把我的美甲师推给你 他很累 他很漂亮哦 他结婚了 在中立就对是不是 没有 他在 就在国附近 管附近 OK 好 这段剪掉 好 OK 那我们拉回来 早知道先讲美甲 你就很放松 然后刚才问你一些异郎的事情 机构事情 就会 哦哦哦哦 这样子 OK 但是 OK 开始在画廊 因为 你接下来是 你刚在SS Space 册了一个展览 打开生活的维度 然后这篮我去看了 蛮不错的 但是我刚才知道说 你在 其实这是你第二个 正式自己的策展 对 你上一个是在 三无口口 对 那个展览 那那个展览 我也请你分享一下好了 因为那个展览空间很特别 那我大概看过照片 所以就是那时候访 呃 维珍的时候 哦 维珍 陈维 陈维 对 我没说 我名字不太记错 不好意思 好 陈维珍 我那时候看陈维珍作品的时候 特别注意到 那他 因为陈维珍有个特色是 陈维珍 他的作品很能够跟 一些奇特空间做结合 哦 就像他的那个磁砖系列是一样的 所以 呃 比如说他之前在阎署台北的 呃 就是那个排帖街的地方 嗯 他很 很会利用空间跟空间对话 嗯 就很有趣 对 因为现在想起来更适合 因为那个地方可能就是附近外面会很多老鼠 哦 他那时候就是年口香糖嘛 在阎署那边 然后上面有虫 哦 好 而是 你 等到 自己出来策展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呃 你在画廊的那么多经验 可是 因为自己策展就 其实就像创作了这件事情 嗯 嗯 那那个是什么契机让你在上屋口口做你第一个策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呃 快忘记了 三四号前 对对对 2020年 吧 好像是 那这个疫情 就是疫情 以前在梗花廊 欸 没有 我不在梗花廊 还没进去 OK 好 那那个时候测那个展稍微讲一下好了 因为那个是邱文杰建筑师的一个 很特别的案子 对对对 那个 因为我们就其中有一个艺术家 他是建筑系的背景 然后他刚好他的大学同学 就在邱文杰建筑师 当时在邱文杰建筑师事务所里面工作 那他自己手上有这样的一个案子 然后因为业主他其实也是收藏家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基础上蛮愿意 就是不管是建筑师或是艺术家也好 然后可以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但他起初这个空间 其实是作为他的收藏展 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性质 所以在这样的原初设定之下 然后后来因为建筑师 他就是很机智的发挥他的常才 所以那个 机智还是极致 极致 他其实那个那栋建筑 我记得他的那个概念是 就是回应台湾建筑的一个现象 就是铁皮屋的这个文化 然后再搭配一些 他对于空间上面的一个新的 比如说A加B 然后他可以延伸出一个C空间之类的 我有一点忘记他那个 然后后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 然后 所以他选用了就是钢筋 水泥跟玻璃的这样的三个材质 去做这个空间上面的一个建筑 所以那个大底上面来看 就真的就是一个 一大块铁皮屋的一个房子这样子 然后因为他实质上面 就是刚刚讲那个A加B 然后还有C的那个空间 其实是让各种材质在每一个楼层 或者是每一个空间 他可以有不同的通道 所以总共有三个通道 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穿梭 对 所以那个时候做的那个展览 就以钢随着你玻璃的 这样的一个展明 其实就是在对应这样的一个空间 甚至材质性去做策展 然后就邀请了 我忘记几个艺术家 就是这几个年轻艺术家 就是从新媒体啊 然后装置 然后甚至雕塑系的 钢 然后随着你的玻璃哦 钢随着你玻璃 你就是你我他的你 其实就是钢金水泥玻璃 鞋音梗 这很像脏话 钢金你玻璃啊 OK好 对 你也喜欢鞋音梗 OK好 对 我想起来的那个程维珍那一 他叫车影吧 我记得那一件作品 就是因为我注意到 就是狼道这件事情 然后我注意到是宰这件事情 那这个载会让我想到 日本很多建筑 运用空间 小空间的建筑 或是 当然也会最有名的住籍藏屋 那种感觉 OK好 所以 所以其实你会不会这样觉得 因为我们在拉到 现在因为 这一档你 因为你最近在XXSpace嘛 打开生活的维度 因为最近的事情 所以你就会记得 艺术家的名字了嘛 对不对 你觉得你的策展是不是 因为XXSpace这个空间 我也帮Sean他们 Sara打下广告 在巴黎 很漂亮的一个空间 然后他旁边很特别是 磁砖厂 因为我上次去看你 大雷石啦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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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懂人来讲都是 OK 大雷石哦 好 所以你觉得你的展览是不是 好我这样讲好了 空间对你来讲是什么 它是主体 是主体 它很重要 很重要 对嘛 因为我刚刚就 你这两个展现 我就立刻联想到这件事情 关于空间这件事情 OK 好那我们来聊一下 因为这次这个展览 跟空间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空间 让这些艺术家们的作品 变得轻盈了 哦 轻盈 对我觉得是 就算那个谁 那个叫什么名字 就是他的那个钢的部分 敲打的钢 徐瑞千 哦 徐瑞千 OK 就是那样的 因为当然也有跟他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能够想象到说 我们在路面上看到石油 在薄油路上 然后呢 太阳照他最后产生的一种彩虹感 也在那样的一个钢上面呈现 当然这样的状态 有点像会让他比较轻盈 因为有层次以后 有线条以后 有漩涡以后 就会感觉会比较 没那么沉 如果他是一个很实的 可是他如果是 不过当然实体上你有讲过 他其实也不重 对 他是空心的 那我在那个空间里面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我刚刚讲到轻盈这件事情 因为轻盈其实不容易啊 你说在一个展览上面的感觉 对 因为轻盈就有点像 如果没有自信的话 会想要塞很满 但是当你想要空的时候 要怎么样恰到好处 就跟美甲一样 每个 哇懂 你懂回事啊 这个状态 因为布局嘛 就是你在那边 然后这个对话 哪边轻哪边重 刚刚哪边起来哪边重 是是是 有有有 我觉得有关系是真的 因为 我觉得这也回到 就是我学书画 水墨这一块有关系 因为 我觉得水墨 他其实就是很注重 其实是更注重空白 留白 这个空间 因为他就是演绎上面 你要有一些想象 因为以前 后来也是学了水墨 才会知道说 其实 为什么会有水墨 这样的一个艺术 其实是因为当时也没有照相 没有相机 如果我在北方 我想念南方的家 我就必须要 就是用绘画的方式 把它画下来 所以我才可以在北方 看到南方的那些 大山大水 对 所以那种 所以北方跟南方的 那个绘画 在水墨来讲 会有不同的原因 是这样子 所以才有各种的流派 对 那就讲回到展览来说 我觉得 这也是 一直到 其实也是一直到 在梗花囊工作 以后 做展览这件事情 然后 梗姐也对于 就是做展览 她也有一定 她自己的一个 标准跟方法 但她最大最大的前提 有一块是 她对于留白 呼吸的空间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个呼吸 其实也 让某种 我要在商业空间 这样的一个性质 我觉得也 会有一个 不一样的感触 对 那也可以好好的 感受作品的 这件事情 我们讲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展览 严宇婷的作品 她的陶 她展一张画跟一些 陶盘 那算陶盘吗 对 身体陶盘 我看到那个身体陶盘 我看到那个身体陶盘 因为我曾经看过 她是在 她们有一个 类似一群艺术家朋友 做陶 也不是水土不服 是另外一个 就是她们在卖一些 她们的陶的时候 你说坏配展案 也不是在那个 可能是 就是在 周恩健堂 那个 叫什么 DAH 那个你知道 就是 现在也蛮活药 那个画家 他都画人体 其实现在讲一讲 那个人体的连结 会跟那个 陶宛有点像 就是一个很 DAH 什么 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者 他漫画也很精彩 就是在他的空间里面 看到那个东西 可是 我想要问的是说 当他在这次展览里面 被那样子挂在墙面上的时候 因为 他是 比如说 我们想像一个盘子 这盘子 如果在一般桌上的话 我们一定就是 盘子的面 成东西的 放在上面 那我们现在想想看 他是被 贴在墙壁上的 那贴在墙壁上 但是这个淘盘 有趣的地方是 因为他是一个人的形态 那这个头呢 又往上翘了 所以我们想看 就是他躺着的时候 头抬起来 看他的肚子 那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在墙上 那这样的话就 完全不一样了 这 就会变成说 你不说他是盘子 我不会知道 就像一个人体 可是这个人体 他的肚子 他的盘形 又很像 昆虫 或是像 我们身体里面的肠 心脏 我一定忘记 我那天怎么形容 你很像器官 我那天有讲一些想法 那样子呈现在墙面上 是怎么设定的 你一个策展 跟他是艺术家的时候 你们在讨论这个部分 我觉得 因为其实 于婷是 他在彭丁的时候 就已经有展过 这样的一个 以桃没才的 这样的一个个展了 然后他那当初 那个展成的形式 其实就跟在SS的时候 是一样的 那 我觉得其实 这样的一个展成方式 也是我想要再继续 这样子制作的 那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这也是回到 其实近期 我觉得在台湾这样子 陶艺创作者 或是以陶作为 创作媒材的 创作者变多了 那那个方式 我觉得 很多人都会说 那他到底是公益 还是他是艺术 对 就是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我只是 想要反转 大家对于观看 跟认知系统上面 的不同的 这件事情 所以在原初 于婷他在 这个 这一件 人体讨盘 这个系列作品上面 他也是回应 关于 食欲 跟器皿 使用这样功能性的 这样的一个讨论 所以我就觉得 这件作品非常棒 就希望他也是 不动 就是原初 不动的那个方式 然后就是再展成在墙面上 对 就是我觉得 也是同时让观众 去思考说 这种功能性与 观赏的这个状态 是怎么样去转换 所以 于天 那个人体讨盘的旁边 我也采放 周玉正的那个 刷新新卫生 那个系列的盘子 去做这样的一个 对应 对 我觉得这也是 我在展览方法 或是 这展上面 希望有这样的一个 对应 的一个关系 对 我觉得好的 沿用 这个蛮好的 因为我 我们刚刚 试一下聊的部分 就是 我常常会这样觉得 有些东西 已经不错了 我就 用它 本来就很不错的方法 去呈现就好 好像也不用刻意不一样 对啊 对啊 因为它 这个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话题 因为我刚刚特别讲 因为我不知道是 本来 言语庭 艺术家本身就是这样设定 因为 我觉得一个策展人 跟他 合作的艺术家 永远要一个 很好的 平衡的对话 因为 上次就讨论到一个点 就是 为什么 现在有时候 会有点 就是 如果策展人 只把艺术家 当成材料的话 还有他的作品的话 那就非常非常的错了 对啊 因为 第一个 讲简单的尊重的部分 第二个是说 我们都希望很多事情 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 可是 如果都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那策展人 没有那些作品的话 没有那些艺术家的话 策展人还成立 的确 那我会讲到这个点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早期也是没有策展人的 早期就是自己 或是怎么样 然后对于策展这个定义来讲 嗯 其实策展在原初 就是在定义上面来说 他就是在美术馆 应该说我们博物馆系统 那边来的这个词 然后其实策展人 他是要照顾作品以外 他也要照顾人 对 这个他原字的这个字元 上面来说是这样子 那 照顾作品之外的这个人 就是艺术家 对 然后甚至可能还有唐家或是其他机构的相关合作关系的人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我自己 嗯 还是一直都在学 到目前为止还是在学习的部分 对 然后 也是我很喜欢做策展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 我觉得就像你说 就是 嗯 我很喜欢跟艺术家在讨论 这一次的这个展览主题 还有 为什么我会邀请他 像这一次打开生活的围度 我觉得 我都 自己笑自己 就说我是在 自己告白 因为这些艺术家都是我自己还蛮欣赏的 然后都希望有 有朝一日可以合作的艺术家 那你会唱笑海学那首歌吗 告白 诶 不会 不知道 不知道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 我觉得这个经验也蛮不错 因为我也必须要告诉他说 为什么 要邀请他们 然后这个作品 在这个展览里面的 嗯 状态跟他的面向是什么 对 那我就一步一步的跟这些艺术家去沟通讨论 所以在这些展览的深层上面 我觉得 嗯 我也是跟艺术家学习 对啊 OK 这个空间 我们刚刚讲到这些 稍微分享一下好了 当作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呈现这些作品互相对话 然后整体有一个轻盈的一个状态 嗯 你是自己先设定好所有的位置以后 吗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让艺术家来布展的时候 嗯 即兴现场发挥 嗯 大部分都是我已经在sketch up上面 先模拟出来了 然后我在跟艺术家确定这个作品的位置 然后为什么 嗯 然后只有那个嘉宁的就是在桌面上面的那个系列的作品 跟那个江乔晴在地板上跟墙面上的那个not and less的那个作品 是比较在现场布展的时候才决定 对 其他的都是我已经先模拟出来 然后跟艺术家沟通确定好了 嗯 后来另外你刚刚讲的现场来沟通的 但其实一开始也有在sketch up上面是不是 那时候因为他其实一方面他还在制作中 然后第二方面他原本也是设定就是已经先设定说他的作品是要散落在空间里面的 所以我自己就会有一个基础的状态知道说 哦 他的量体其实是不大 那他如果散落的话 那个状态我不OK 或是我还是要预留一些区域去让他散落在那个空间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不会 与我自己对于这个展览的空间的样态落差太大 我自己基础上面在做空间策划的话会是这样子的方式 你在你的sketch up上面是到很精准的大概每个 你说位那个长度或是高度吗 其实没有 是没有啦因为我觉得空间还是很现场的 包括就讲个简单好了 水平一对完以后你还是要用眼睛看 啊对对对真的因为地板 因为地板会有高低操那是最讨厌的 对可是这就是很有趣的点嘛 而且常常很多人说可是水平一就是对的啊 可是欸 没有没有 你还是要知道你站在哪里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我会特别刚刚问你这些 然后跟我觉得这个展览很棒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大家太想看空间的一个 整体性跟舒适性还有一个 令你回味会回味会回想起来的一个 呃质感跟力道了 嗯 这个很重要这个太重要了 谢谢 你会喜欢你会喜欢一个地方跟这些都有关系 因为你去到那个地方 当然前面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那天坐车坐很久 从宽度坐建设到巴黎 然后看那展 但是但是一整套的 但是那一整套有可能像是你看电影 或是你吃一餐吃到最后一道主餐 或是甜点不好吃 但是如果前面再怎么样 有点奇怪 可是跟后面我们回去的时候 我们碰到那个时机有点奇怪 但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你仿佛来到一个 原来巴黎有这样的地方 好有趣 就是就像我前面讲 想说扫扫 或者我们去那个无矿是不是 对啊 他是一个怎么会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有这样的空间 好有趣哦 所以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 这个东西很微妙 这个东西跟生活 自己的生活的子弟 有很大的关系 哦你是这样觉得吗 是啊是啊 因为我觉得也 我反而自己想 我觉得比较多 还是跟我自己的工作经验 跟工作内容比较有关 对因为 我其实在梗花王的时候 我就做那个波兰会企划嘛 所以在这样子这么短时间 然后要呈现一个品牌空间 然后甚至代理的这些艺术家作品的展成 然后还有作品跟作品之间关系的这件事情 其实都要拿捏得非常精准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经验啦 对所以以至于我觉得 回到不管他今天是不是商业空间 我觉得在做展览的时候 那种会让自己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细致度 跟这样的一个精准度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一步一步在周游猎狼的经验之下 周游猎狼 对狼话 也可以是别的狼哦 我不知道 周游猎狼 那接下来是也恭喜你嘛 就是你接下来也有一个新的工作嘛 现在可以分享吗 还是之后 就在上海啦 对就之后也会 不一样的挑战 对新的挑战也会是为一个空间做策展规划嘛 对对对 好啊 继续努力 那就 所以你查好了上海做没家的地方吗 我真的是很担心 结果我每次回来都只做宿舍 也有可能 我不知道耶 我还没担心这一块 不然就是 我觉得我可以介绍我好朋友的太太 真的哦 她一定知道很多 我拿赌 可以可以 好 那那个好朋友的太太 好朋友跟好朋友的太太都在上海 如果她没有听这一集 她们大概知道在讲她 好 请 转型分享 台湾画廊前第一帅哥 我好像知道是谁了 我觉得她们一定会知道 好 那今天就谢谢 韵真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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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